第四季度的一个工作规划 第四季度的工作规划 我们首先看到的一副是 电商网络营销的一个规划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还是有 一个叫五年的一个计划 只能第一年做网站的一个优化 第一阶段做了自己没有排名 在我看到是静开的一个流量 现在我们是17年到18年 其实是做的刚才说了 收损金免费也好 付费也好都做的还可以 第二部分我们转到阿里巴巴巴 就刚刚说的我们要做好阿里巴巴 在官方网上来一下 我们也要转到阿里巴巴巴 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推广 再做一个动态流量 那第三个我们要整整整整个 一个行业的一个知识 行业的一个资讯 网上整加我们在动态的流量 整合线上和线下就是第一个整合 第二个整合是整合我们的 供应商整合我们的客户 第三个整合我们的上轨渠道 以及我们的下轨渠道 把这些行业资讯的都放在 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平台里面 我们叫做行业知识网 行业资讯网 那么做我们的前商里面的一个 步骤以后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 成立我们的一个购物平台 也就是我们的线上的一个购物平台 在线上做生意整个购物平台 这个平台包含我们做交水 还有我们的供应商要的一些东西 我们也要在上面进行一个买和卖 甚至于我们类似一座什么 类似一座京东这样的平台 我们未来首先单单是卖交水 我们的卖布料 卖橘料 卖沙发 卖油茶料 卖油精等等都会有 这些我们网络营销的 应该说是五年的一个规划 五年的规划 第一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喷嚼网站的推广 包含了本月日更新的文案多少 视频多少 小程序多少 公众闹多少 图面推广多少 第二个是付费推广 二十个关键词 第三个是至少十个词 排名的百度跟商业人的首页 第四个现象招商循环数 也就是喷嚼网站 第二个网站是协交网站 也是同样的一个要求 第三个是装四交网站 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还有第四个还有像我们水星期 一个品牌要两只屁股 这样建设要完成 第五第六是我们目前的阿里巴拉 一个东方支持 一个是东方一个阿里巴巴的排名成交 优化 接下来两个地色 绿色淘宝家机店的 一个排名的优化 也要把淘宝的卖装修胶 装饰胶的 然后做到前面 第五个地色 刚才说的 为第三个步骤行业支持 作为一个固定工作 就是我们做好网站内部的商学 让我们的用户 让我们的经销商 都能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他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要培养所有用户的习惯就是 交账记使用有问题 找一个 而不单单是为以前的那种交损 找一个 为了我们主向是交账记 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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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个 线上官方网站 上一个 线上官方平台 是这样的一个走向 就是 是